老阿嬤 她在做六步一跪 我們今天 夫天天不地 夫地地不靈 人更不要講 所以今天他們 六十幾位 七十幾位 六步一跪 就是求天求地 今天我們已經 台灣的勞國已經 沒有人可以求 只有求天求地 能夠幫我們了 我在想告訴各位一點就是說 大家都曉得 我們現在 自從聯福福湯他們事件之後 國家編列了一個 事業起步 事業起步 就是從聯福福湯他們 大工 他們為 他們在桃園 桃園那個 整理桃園一二前面 燃火車燃出來的 可是燃出來結果 他們自己沒有 他們自己不再沒有享受到 在十六年後 政府還要 還跟他們追討 他們當初的退休金 支錢費 我想告訴各位 這個人我這個 這一點我可以親自保證 我在超越店 產業總統會 看了一個公文 就是 聯福的董事長 李明雄 他親自行了一個文 給老緣會 他說 他說他自己在務 聯福 他會承擔下來 那你政府當初自己監督 聯福土地在變更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去把他扣下來 一億九千多萬 你為什麼不去扣下來 那時候土地 聯福的土地 好你看我們的老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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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們 努力一下 老公 老公 我們謝謝所有今天來參加朋友 如果有其他的朋友想要加入就一起跟我們來打蛋 我們再來喊一下口號 福利財團 人民受苦 福利財團 人民受苦 提高工資 提高工資 才會勇敢 提高工資 才會勇敢 好我們現在就慢慢的走進凱達格蘭大堡 大家的手上都已經拿著一顆蛋了 準備要跟政府講我們的愤怒 我再跟他講一次 我們政府的施政 我們政府在推動的政策 真的是風險 真的是風險 我們就看指揮車要在前面去 然後請大家去前面指揮車 我們告訴我們的政府 你在偏經濟的過程裡面 不要只為了企業 不要只為了企業 不要只為了大財團 你要偏經濟 是要偏全民的經濟 但是 我們都看到我們政府 在平均地的偵測 推動過程裡面 因為 在平均地的偏經濟 要降低我們 一切企業的成本 但是 我們一切企業的成本 最直接的就是 用最低廉的工業 這個勞工的這個薪資 我們要告訴我們政府 低價的廉價的公司 會讓我們的產業生息完蛋了 我們 台灣的產業生息完蛋了 我們要 大家往前面走 請大家接入